天空海阔本算清静 沙力偏遥吹尽眼睛 关系相眼安我天命 看见却是你身影 承受冷血这罪名 监了寿命 每个报应要是注定 可要认明 黄沙做我背后风景 曾披起风沙 少汉每个在地上爬 我的脚下从一生虚假 放半沙那少少沙沙 抱紧我吧 质呼吧 飞吧 放无风沙 仍想要留下雪多句梦话 门外却是我天下 我抱你 麻烦你了 别这么客气 都一家人了 嗯 我跟二娘说了 他说怕你累 所以今天厨房的活不用你干了 回房休息吧 知道吗 哦 哎 东阳少爷 什么事啊 我做给你的 谢谢 东阳他怎么样 凡事既可以得也总会有失 两害相权 最后只会做出一个损失最少的决定 也等于是一个最好的决定 东阳从来就不是个蠢人 他肯答应 自然也是他自己最清楚的事 那最好了 我不希望他后悔 将来再来怪我 这次就当我交易出门欲贵人也好 你拔刀相助也好 对我们掌房日后有好处 就轮不到任何人后悔 当家放心 做这件事之后 会后悔的只会是个好人 而一个好人 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我宋东生 绝对不是个好人 谁让你捡我们的火药啊 我只是扫扫地上 还有人家扔掉那些火药啊 火药是无信淫的 就算人家不一样也是颜家库的 什么时候扔到你啊 火药是你们颜家库的 现在还会人啊 滚开啊你 惩罚怪 是兴肃留家里面不是我们姓炎的 你竟敢得罪我 你信不信我 你们姓炎的 难道只懂以大欺小 又是你 你又来闹事 来 你就知道我们姓炎的 是不是以大欺小 老板 你没马跑过来了 老板 小心后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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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你会一时冲动做出错事 到了现在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我已经很清楚 留在颜家铺 要做的事实在太多 我不会让自己太冲动 你决定不走 董生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不妨跟毛大叔说 多一个筹谋 多一分打算 毛大叔 要走要留 我心里有数 你越这么说 我越是担心 之前你对颜家恨之入骨 今天你居然救了颜万希 毛大叔 我知道你很担心 但是你再也不需要为我承矛打算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 和治好小秦的病 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不过 行了 我出去一下 大家请问 ��� vak sempre 还等 基本上 我就知天天 现在是 rover的 有 Explorer 你看一下 船的 我 你去干你自己的活吧 不管我接不接受你的方法也好 但是我知道你的本意是一心为我好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说一声谢谢 还有我想说的就是 以前我常常向你诉苦 都是因为自己胡思乱想 自己吓自己 可是现在东阳对我很好啊 你现在也不用担心我和东阳的事了 你们夫妻之间感情好不好 不管我的事 你也不用担心 我会再干涉什么 话说完了吧 我的玉镯子呢 玉镯是东阳送给我的 扔了 什么 他不是很疼你吗 叫他带给你买一个 华大夫 老板的眼睛 为什么从早上当心在还是那么肿啊 盐老板的眼睛进了石灰 是有一点肿痛的 不过用不着太担心 因为大部分我已经帮他用菜油洗出来了 不过这两天呢 一定要让他的眼睛好好地休息一下 我现在呢 先帮盐老板包上眼睛 免得再受强光刺激 你干什么 不用担心 话大夫说 你的眼睛要休息过两天就没事了 我不要蒙上眼睛 你们走 对不起啊 华大夫 我看老板心情不太好 让我来帮他包吧 陈掌柜 你哥华大夫回去拿药 好的 盐老板 那你要好好地休息了 请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不过 不过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眼睛 以后看不到的话 你就要听华大夫的 别让眼睛再受刺激 我不要蒙着眼睛 我要看着别人的嘴 在说什么呀 我知道我不是漫天 但是在这个时候 就算你不相信我 我也会一直留在你身边 过了这两天 只要你的眼睛好了 到时候 你再决定 我到底值不值得你相信 谢谢 谢谢 饭菜材料都准备好了吗 已经打点妥当 那份礼呢 我明天一早会去送给桂兰姐 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我吩咐你这么做 桂兰在我们家这么多年 婆婆视她如家人 视婆婆为人厚道 我明白 但始终主仆有别 让你堂堂一个大少奶奶 去理下于一个下人 你真的不介意吗 怎么会呢 会也好 不会也好 朗月 婆婆也知道 多多少少难为了你 是问 桂兰又怎么会看不出 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但是我不站出来 并不是怕被人笑我贬低身份 而是怕太过张扬 就算桂兰的心理想 也不敢接受 要桂兰接受这份理 就一定要在人情事故上 做得妥贴 让大家可以吃这顿饭的时候 都有个瞑目 只要一切如我所安排 以后我自会再做打算 婆婆婆你为桂兰姐做寿 是另有需要的 人情可以是一份心意 也可以是一种工具 总之你放心 一切我只是想一家和气 大嫂 小嫂 婆婆 桂兰呢 我刚刚叫过她 不过她没有说什么 所以我 年纪大了 说话比别人慢了 少奶奶 你别见怪啊 祝桂兰姐 年年有惊日 岁岁有惊朝 东小 你真是乖了 东小 还不服桂兰姐坐下 桂兰姐 你坐当家的位 我 不行 我到底是个下人 当家你坐了 今天是你的寿臣 还分什么下人 一家人吃顿饭 是啊 桂兰姐 婆婆也叫你坐了 你就坐吧 坐啊 坐吧 好好 坐啊 桂兰姐 我们还为你煮了寿面 今天你多吃一碗 哎呀 为了我要大家费心 怎么行啊 桂兰姐 年少奶奶来了 年少奶奶 原来你们在吃饭 真不好意思啊 哎呀 冥凤 对不起 婆婆 我忘记约了冥凤过来 要叫她做鞋垫 不关春分的事 是我经常缠着她 没有考虑到她要不要干活 真是打扰了 我下次再来 年少奶奶请留步 既然已经来了 就当是来和我们桂兰寿臣 我们一起吃碗长寿面 哎呀 怎么敢劳烦严少奶奶啊 原来今天是桂兰的寿臣啊 恭喜你啊 不敢当 真的是不敢当 请坐 来 请坐啊 那我不客气了 平姑 拿副碗筷了 是 那 我不知道今天是桂兰的寿臣 贺礼 我稍后会派人送上来 你千万别见怪啊 现在我先祝你福如东海 秀北南山 哎呀 严少奶奶 你太客气了 今天要当家 跟严少奶奶为我桂兰作寿啊 我上辈子不知道造了多少福 才能修到的 平姑 既然今天是为桂兰作寿 全都是女眷 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 哦 大家都是一家人 坐下来一起吃了 哦 我先拿碗筷 好了 吃过长寿面 个个都健康长寿 是啊 是啊 一起吃 来 吃面啊 谢谢 来 我回家才几步路 要劳烦当家相陪 真是不敢当啊 今天相请不如巧遇 难得严少奶奶 当了我们座上会客 其散呢 我应该送你一程 我看 是当家有话想跟我说的 真是失礼 每次和严少奶奶聊天 总是觉得 有措手不及的感觉 应该说 我带人接物方面 没什么耐心 就像当家那样 很器重一位老仆人 听说这位老仆人 也颇有脾气 当中一定又爱又恨 才需要当家 如此迂回曲折 来贺她的寿臣吧 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就当严少奶奶你猜中吧 也不表示 我另外有话要跟你说 看到当家这份心机 就知道当家 不是一个无地放尸的人 所以明凤才会猜 当家坚持送我这段路 必定是 有所为而为之吧 既然严少奶奶 帮我找到开场白 我也不妨单刀直入 我身为女人 当家这个位子不会坐得太久 东阳是长子 自必名正言顺 我只希望等到时机一到 那个时候希望严少奶奶 能够帮我们在严老板面前 多说几句好话 让严老板在这件事的决定上 能够多多支持 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果然是当家本色 口头说确实简单 但是背后的心思 这么复杂迂回 真是难为你了 我想严少奶奶 一定是太多心了吧 你当家这个位子 难以恋战是事实 你不想大全落在 偏方武叔那些人的手里 也是事实 但是东阳 不是你的心头号 只是过度而已 先帮你站着位子 等将来东小能继承这个位子 才是你心中最重要的事 没想到春分 把我们家里的事 向你报告得这么仔细 难道当家忘了 曾经跟我说过 既然我做了严少奶奶 在山上的人情脉络 是是非非 我都应该掌握一些 春分胸无城府 怎么会跟我说这些呢 看来送当家 送我送到这里为止吧 那么 严少奶奶的意思是 送当家放心 这件事关乎春分丈夫的利益 我帮得上一定会帮的 但是往后的算盘 是不是如当家所料 能打得这么容易 就留给当家自己操心呢 就留给当家自己操心呢 桂兰 还没睡啊 当家 这么晚还过来 想看看你 你的肚子是不是还不舒服 所以睡不着 时好时痛都惯了 那 春分嘛 给东小做了件衣服 你看 做得不三不四的 我看还有精神 把它拆了重新再做 我们的事真是辛苦你了 春分呢放羊打水还在行 针线活实在不怎么的 她在严少奶奶 这种读洋书的女人面前 可以装在行 在我桂兰面前 可就不行了 道理固然是这样 但有时候有些人 你不让他学 不让他试 他怎么会懂呢 有时时日一过 有些未知 原来的人 总要退 总要休息 这么说 之前有件事 我自己帮你做住了 希望你别见怪 什么事啊 你在老家不是有个侄子吗 前阵子我叫人 挥了一笔钱过去 叫他们修起你的祖屋 一切的费用 我说是你自己给钱的 等你回去想轻浮的时候 也有面子 你赶我走 你嫌我老啊 你怕我破坏你的好事 贵了你 我嫁来宋家十几年 遇到风浪 都是你在我身边陪我走 难道我不知道 你是我的敌人还是朋友吗 我怎么会不懂得分呢 你说这么多好话 那你还是嫌我碍事 你恨宋家 我也同样痛恨 但是我恨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我还有个儿子 我知道 你曾经教训过我吗 我记得 你说东小是你儿子 不是那个死老头的儿子 我知道 怎么 你怕我会害他 你现在不会 那以后呢 你敢保证吗 你跟我的分别 是你可以一把火烧了宋家 一走了之 可是我不行 东阳我可以利用 可以牺牲 但是这个家我一定要保 我要等东小长大了 利用死老头的钱来帮东小创事业 你应该明白我的苦衷吗 你给我做大手 莫非也是想我走 为什么不开门见山地赶我走 要做这么多事 因为我还当你是自己人 长期以来 你桂兰做事都是自作主张 不分尊卑 这些都是你做人的方式 可是到了这个地步 我还是希望顾及你的感受 所以当你走 我都还想在人前人后 让你走得风光体面 就像刚才颜少奶奶 她知道你要回老家 也要送你一程 这种体面 试问在颜家上下打工的 还有谁有这种荣耀 老实说 我要对付人 开门见山 铭刀铭枪 我不是不会 我只是不想用在你桂兰身上 桂兰 你跟我都很清楚 要是这么继续下去 我们只会反目不合 我真的不希望你跟东晓 要我二选一的时候 我才做这个决定 现在走 我们还是朋友 我真的不希望 一直帮我的桂兰 将来会成为我的敌人 当家为我做了那么多事 连颜少奶奶 也做了我的下台阶 我桂兰还能说不走吗 我知道我们宋家欠你很多 一辈子都还不起 就当我教育对不起你了 收拾行李 趁有时间 就好好准备吧 你怎么这么快就打开纱布了 华大夫不是要你让眼睛 多休息几天吗 我的眼睛已经没事了 而且这几天 你都不让任何人进来 这样会更加此地无银 引人误会 情非得已 你的眼睛没有完全康复 就开始劳累 将来真的瞎了怎么办 我眼睛能不能看到 我心里面有书 你看看你 还说没事 听我话 好好地修行 你以后别这么做了 你以后别这么做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没有做错事 只不过有些事 不应该麻烦你 有始至终 你都不相信我 你就是怕我会骗你吗 你是怕外面的人 在你背后所说的话 我没有跟你交代清楚 你是怕 我在掌心所写的字 都是唯心之言 惺惺作态 天底下 只有我唯一的正式发妻 可以在我的手心上面写字 其他的人真心或者假意 都不需要这么做 大娘是你妻子 你们每晚都同床共枕 你当然会相信他了 我呢 我只差没有跟你同房 你就不相信我 难道我不是你妻子 我就不值得你信任 我的眼睛真的没事 我记得当年万天还在读书 我自己一个人支撑这个家 你也累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我回去休息 你好好地照顾你自己的身体 好 好 你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留生机旁边的唱片 是不是你拿走了 上次你托人 从上海订的那张唱片 我已经砸了 扔掉了 你说什么 听说高岩上的习俗 做妻子的 要做鞋垫送给丈夫 这对鞋垫是我亲手做的 看合适吗 你别跟我拆开话题 我有始至终 都是跟你说同一个话题 我已经把你前妻 为你所做的鞋垫 全都给烧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颜万熙说他一天没死 没人可以把他到灵外 放在上面的 五年前他落在什么人的手里 你自己很清楚 五年以来他音信全无 难道到现在 你还相信他活着吗 你想打我就打吧 我做得出这些事 就料到你会打我了 打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 你打我呢 我反而觉得我做得对了 你不面对现实 我还会继续这么做 我们到了药店 大夫正好不在 也问过他的邻居 都说不知道他去的哪里 行了 你夏田通知东阳 大夫不是下山办货 应该去赛哥 人一定会找到 东小孩在发烧 你打盆水帮他擦擦身子 可以热吧 打水擦身子我来吧 你叫春芬朗月圣安 分头去找大夫回来 东小我来照顾就行了 桂兰姐 你过两天就回老家了 不耽误你收拾行李吗 东小有事 难道我说走就走吗 是人家说我无情吗 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对东小的 照桂兰的话去做吧 早去早回 是 贵兰姐 你哪里不舒服啊 没有啊 待会儿华大夫会来看东小 不如你请他把把脉 不用你这么好心了 宋家每个人 我一清二楚 我走了之后 你们放鞭炮庆祝还来不及呢 桂兰姐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得罪了你 如果是我知道 一定是我做的不对 我向你道歉 你真的不懂还是装不懂啊 人聪明总是辛苦点 人笨是最幸福的 不过留在宋家 还是笨一点的好 我老是给你气瘦 错的是我 桂兰姐 我还是听不懂你说什么 不懂就算了 东小我来照顾就行了 你出去 出去呀 先生 老婆 你 老婆 你 老婆 你 找到大夫了吗 你 儿子 再经过药店才看到大夫 大夫说拿了药箱 就会马上过来的 所以我叫春芬去拦东阳 叫东阳不要再到处找了 东小 桂兰 桂兰姐 你怎么了 桂兰姐 桂兰姐 小少爷只是小儿的红疹 我已经给他抓了两副药 一定要关好门窗 不能让他着凉 再过几天就应该没事了 是不是应该把他的双手绑上纱布 免得他抓破身上的红疹 对啊 对啊 这样才不会留下拔痕 这样好啊 桂兰姐怎么样 为什么会突然痛成这样 病患中有所谓的隐疾 其实并不是一朝一夕 突然间冒出来的 那桂兰姐 是不是真的病得很严重啊 朗月 大夫也饿了 去厨房看看有没有吃的 准备一下 大夫请坐 谢谢 大夫 有话不妨直言 当家 桂兰姐的病很严重 内腹已经坏死了 我一直知道桂兰有腹脚痛 只是没想到原来已经这么严重 凡事势必有因 照情况看 桂兰年轻的时候 应该曾经怀过身孕 而且还胎死腹中 问题就在当年没有好好的料理 以至腹中还留下了死胎 经过那么多年 死胎已经变成顽疾 脓包 伤疾六腑 花某 自问没有能力 以起死回生吗 桂兰 我以为当家今天不好意思来看我 花大夫叫你喝了这副药 明天再来看你 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花大夫只是说几句话吗 我以为花大夫不会演戏 原来连你也是 对 他说你的病已经很严重 我知道就算不跟你说 你也已经心里有数 不错 我的病 我是有自知之明 但不是心里有数 如果真的有 我就不会熬到今天了 熬到就快死了 还是没人还我一个公道 宋家是欠了你很多 是对不起 如果你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我帮你 我没病 你就赶我回老家 给我钱 可是现在 现在你也不知道怎么帮我 我交易答应你 不管你这个病要花多少钱都好 宋家一定会担待到底 为了我的事 宋家当然要担待了 宋家不只欠 还欠了我很多 贵蜂蜡 我知道你这口气是咽不下 但是老爷已经死了 你跟我都知道 他欠我们的是没有办法偿还的 对不对 你跟我不同 你还有个儿子 而当年 我是个黄花贵女 她侮辱了我 逼我去大台 有时至终 都没给过我一个名分 要我在宋家做工人 一直做到死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我的命跟你一样 生是宋家的人 死是宋家的鬼 你以为我会像你这么甘心吗 我可以 我能做得到吗 也许你已经忘掉了 你在宋家所受的苦 你是不是觉得 宋家已经不再欠你 连那个死老头也不再欠你 老爷 你怎么喝得这么厉害 来 掀起来 来 掏掏起来 该来的日子 始终还是回来的 是 老爷 你别这么说嘛 你会没事的 快点喝药 来 慢慢喝 快点喝 你 你休息一下 探紧吗 飞药 啊 了 了 他的 反正 ossen 拥 就 老爷 有没有割刀啊 老爷 不要啊 不要 你 你这么年轻就要收垮 你一定守不住 不要 我要你跟我走 不要 你这么漂亮 本来就不愿意嫁给我 我不让你抢福 我不能让你偷汉的 跟东元整作当家 不要啊 老爷 你要跟我走 你要跟我走啊 你 少奶奶 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我去叫人来啊 不用了 别理他 贵兰 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你要记住 我跟您也不能再提前 少奶奶放心 老爷生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贵兰一清二楚 别说我不会提了 就算有人说上半句 我也会为少奶奶阻止他 放心 放心 不会有人知道 不会有人知道的 还有东阳少爷 东阳 要是东阳少爷 坐上当家的位子 他大权在务 他可以怀疑 可以调查 可以胡说八道 有始至终 他都想赶走你们母子俩 既然死老头 冤枉你有心 抢走他大儿子的位子 那你干嘛跟他客气啊 死老头临死之前 根本就没有说过 把当家的位子交给你 这件事只有你知道我知道 男人死就放烟火烧白鹤生田 女人死只是烧煮香 好 那我就告诉所有的男人 就算我们女人的命在尽 同样可以骑在他们头上 对不起啊婆婆 不管你的事 这些年来 我知道你已经很小心地按到我 其实我这个伤 本来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只是今天 因为有太多不开心的事 让我想起来了 婆婆你还在为桂兰姐的病 你担心啊 桂兰在宋家打工的日子 比你进门还久 主仆多年人心肉作 我怎么会为她的事松口气呢 婆婆 既然你当桂兰姐是一家人 那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你果然是很介意 刚才我不让你听大夫断症的事 婆婆 你别这么说 我只是不明白 桂兰姐平常很健康 怎么会得了这么厉害的病 而且病得很严重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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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今晚有人在严家铺 烧这种白鹤生贴呢 并没有听说哪家的子侄 家中要办凡事 宋当家 这么晚还没睡 我看老板今天放的烟火很灿烂 所以忍不住 出来看看清楚 是上海一个老板 特地派人上山跟我定做的 听说他儿子 是因为 上街抗议日本在上海的无礼行为 而被巡谱乱枪打死 既然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们吉庆堂 务必要把最好的火药送上 山上山下城内城外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境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就算一个简单的家庭 也在所难免 难得天底下还有事情 能让严老板感到烦恼 我看当家今晚 何尝不是跟我一样 身为女人的难处 身为女人的难处 只怕老板你有所不及 在颜家铺上 女人受得苦 当家以为我不知道 小心 别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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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就活有大碍了 有劳劳的 先走了 老婆 老婆 可能是我猜错 希望你别介意 昔日大少奶奶的事 如果是美好的回忆 就应该牢牢地记住 如果只是让人心痛的遗憾 就应该放手 夜路难走 当家自己小心 当家自己小心 camel多有时也有做 山河 在我身边山落 有你在焦量 内心的時間 内心的时间 は 我愿望是否有出奇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